南韓政府的有关人士表示 赞写和发送召会本身不是花时间的事 具体发送时间会根据日本政府的动向来决定 最快应该会在这个星期初 据报道 在召会之中 南韩政府将会强调独岛是南韩领土 不是有主权纷争的地区 强硬拒绝日本将独岛问题 提交国际法院的提议 预计政府还会明确表现出保护领土的意愿 政府会通过首尔的外交渠道 向日方发送包含上述内容的召会 报道指 这个月21日 日本首先向南韩发出召会 抗议南韩总统李明博访问独岛 和要求日本天皇借罪的言行 并提议将独岛问题提交国际法院 有观点认为 南韩政府发送召会之后 韩日外交大战会告一段落 这是因为南韩方便比较克制 避免做出过激的行为 而日本首相在进行记者会的时候 也没有提到会进行其他特别的措施 也有观点认为 由于目前野田佳然政权比较脆弱 面对10月份的首相选举 又可能会继续拿独岛做文章 如果日本真的进行对独岛的测量 等等具体工作 预计韩日之间的外交矛盾 将会进一步升级 延迟赚 压迟赚 这种温度